好,我也想两分钟时间邀请大家你自己 为你听到的心去祷告神 求神都将你里面有什么重担的 你都是教堂 闯开你的心 以至能够明白 听到神的心意 又能够按神的心意去回应 请你都是你自己的心去祷告 祷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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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粮 世界的肝 羊的门 好木人 福活和生命 道路真理生命 真葡萄树 这七句是主耶稣很独特的宣称 我事的英文是 译作 I am 祷告的宣称 我记载了当中的两个 就是我是羊的门 和我是好牧人 当中两者都是和什么有关呢? 羊有关 今天我们会一起看《我是羊的门》 主耶稣这个宣告 透过门去了解牧人和羊之间的互动 并带出牧人和属羊的关系 从而尽心地认识我们这位大牧者 主耶稣明白祂对我们的心意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在旧日里 以色列的百姓被形容为神的羊 其中我们最以熟能详的有诗篇二十三篇 诗歌一开始怎么说呢?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表达上主作为牧者的看顾和供应 此外牧羊人和羊也用作比喻 君王和百姓 以色列宗教领袖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当中包括假的牧羊人 就好像以色列宗三十四章一至十六节 在那里指责以色列的王和领袖 徒有牧人之名 实质不是牧人 是他们没有盡责地牧羊 带领百姓 以致羊流离失所 四散过地 而在三十四章二十三之后记住 耶和华应许将会叉显真牧人 亲自牧养自己的羊 和他的子民 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说 我是羊的门这个比喻呢? 背景就在第九章 主耶稣在安息日 医好了一个山泪黑眼的人 这个人呢 之后呢 就和法利塞人 去争论 耶稣究竟是从神而来 还是一个罪人 因为主耶稣犯了安息日 那最后这位呢 开了眼的盒子呢 就被这帮宗教领袖呢 是踢出犹太教的会堂 那当时呢 其实被讲出会堂呢 差不多等于是被逐出 犹太社区的生活圈子 就好像断六亲一样 其后主耶稣呢 再到遇到这个盒子 即是开了眼的盒子呢 那他都得以信靠耶稣为主 针对法利塞人 是错误的宗教观点 他们的自为是 于是耶稣呢 在第十章 两次的 是第一和第七字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语众深长的 在当时的法利塞人 犹太群众 说了一字六字 进入羊圈的比喻 提醒这帮听到的人 要留意 留心他所说的东西 强调这一篇 是很重要的信息 唤醒他们 不要再做神眼中的假木人 希望他们 可以悔改回转 那我们请 姐妹先读 头三节 第兄一 后的三节 请 再两个月 一旦 二绑 二组 一 二 我们的第一个大歌是 分辨的门 认识真木人 真木人是怎样呢 第一点就是真木人是从门进入的 在第一节 在一节五节这个比喻里面 耶稣说了两种人 有什么人 财和强盗 财原文是例子偷 就是小偷 强盗意思是劫略 抢略 财强盗就代表当时的法利赛人 第二就是木人 原文的意思是木者 他们的工作是保护和看守羊群 并且带领羊群到有草食 有水壳的地方 而假如羊受伤 他就替他们包扎 医治等等 木人代表是谁呢 耶稣 第三节 看门的原文是由门和照顾组成 意思是指导 照顾和看守门的人 而生人原文是有属于 另一个人的意思 在这个福音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第十章 头的十节 耶稣是重复使用了门 有六次那么多 但是在一至四节里面 已经有 大家数不数到多少个 已经有了 四次那么多 门或者城门在古代的以色列 在一个地位非常重要 要决定是否一座城 就要看有没有围墙和城门 没有其中一样都不能称为城 因为门是有保护性 不被外敌入侵作用 因此门是平安的标记 在头六节进入羊圈的比喻 主耶稣告诉我们 门也是一个标记 就是分辨真假牧人的标记 从门进去的就是什么 真牧人 不是从门 从别处 御墙派进去的 就是差 强盗 而进入羊圈的目的 就是要偷 抢不属于自己的羊 在耶稣时代 法利赛人是律法的专家 他们自称为属灵的领袖 导师 可惜他们只是遵守律法的自据 并且加上很多古代即古人的遗传 把烂丹的重丹架在人家的肩头上 他们抵挡耶稣 处处烂了以及打压那些 愿意跟从真理的人 就好像在第九章 法利赛人盘问那个医好的核子 最后还将那个核子 扔出回陀 耶稣就说他们是残害 神子民的差 强盗 不是真正的牧人 相反 真的牧人 不是从旁门左 那是由什么 正门 光明正大地进入羊圈 目的是将自己一羊 领出来到清草地 到渴水之地 而此外 牧羊人跟羊之间的互动 意反映出牧羊 和羊的亏semble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怎么密切呢 没有人怎么对羊呢 在第三字下就说到 按着名字去叫自己的羊 将羊拧出来 在中东的地区有两种羊圈 至少两种以上 一种是公家的 公用的羊圈 通常有几堆的羊群 会在羊圈里面倒宿 用石墙、栏杆或尼巴捉上来 捉起来一个一处的地方 只有一道门 可以让羊群和人出入 羊圈的容易就是 被羊群晚上在里面倒宿 以免羊群到处流散 被野兽侵袭 《羊福音》十章一字五字 所指的是这种羊圈 但在羊圈里面 羊群混习 牧人又如何识别自己的羊呢 在我们眼中 我想每只羊都差不多 差不多 很难一只一只去区别它们 然而 牧人对每一只羊 都有仔细独特的观察、形式 它会按照羊的特征 或者性格 帮它们起名的 如果羊的耳朵黑的 就叫它什么名字 是吗 是吗 那羊肥嘟嘟的 就可能叫它小肥羊 身上有斑点的 可能叫它斑斑 等等 旁晚时份 牧人就会将羊群 就赶进羊圈里面 交给看守 即看门的去看守 然后就各自回家 第二天 牧人就会回到羊圈 站在羊圈的门口 逐一的恶名 去呼唤自己的羊 将羊拧出来 可见牧人对自己的羊 是很熟悉 和很了解 这种的认识 是很个别性的 英文是很personal 不是很笼统的 牧人熟悉每一只羊的名字 他们的个性 脾气 或者哪一只羊病了 哪一只羊在发脑泥 发脾气 牧人都清楚知道 现在经文三至四节 主耶稣都两次提及什么 自己的羊 说到牧人 不会随随便叫羊或者放羊 就是会叫那些属于自己 就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在不同的时间 呼召十二个门徒去跟从他 而在九章 下自因为主耶稣所说的 和主耶稣是他身上所做的 而选择跟从耶稣 才有十二个门徒 以至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和我 都是主个别的呼召 按着我们的名字 呼召我们 进入羊圈去跟从他 弟兄姐妹各位会众 或者今天教会 团界的牧师 传道人 组长 弟兄姐妹 同事 不是很知道你的东西 甚至你的父母 配偶子女 都未必完全了解你 但主他认识你 知道你的命 你是哪一个 你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的意念 尚未说出口的说话 你要去哪里和回去的地方 主都一一知道 在神的面前 所有的东西 都是敞开透明的 甚至在我们 没有认识神之前 祂已经看见我们 大卫的思索描述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未认识 你的眼目 终现大目人 认识我们整个人 深知一切关于我们的细节 我们的真面目 阴暗面 盲点 软弱限制不足 但祂仍然这么爱我们 我们的过犯错失 我们有没有成就 都不影响 遥动一下 动摇祂对我们的爱 神应祂 祂既然爱世间 熟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这是很大的安慰 满足和安全感 牧人除了按着名叫自己一羊 之外 牧人怎样对羊 就是饥荒自己的羊 就在前头走 在这里耶稣 末妙盔了一幅 在巴勒斯坦 牧场上 上见的 就是牧羊人 带着羊群的景象 在耶稣时代 牧羊人 不是将羊 养在牧场里面 每天将水 草 放在羊圈 让他们去吃 去饮 这些是养什么方式 养猪的方式 不是养羊和牛 那怎么养羊呢 原来羊是很需要吃草 和做运动的 所以牧人 就会设计一条路 估计 恒量 他的羊群 可以承受的路程 每天 或者约干日子 就会带着羊出门 而牧人 从羊圈 带羊出来之后 又会像西部牛仔 骑马 挥边去港牛 那样 而它是走在羊群的前头 作羊的响道 确定前面的路是安全 那羊就在后面 跟着木人走 羊一路走 就一路吃草 路上又有水给他喝 到达没的地之后 就回回头 就是在这样的行程里面 羊不单止吃得饱 还可以有足够的 exercise 做运动 羊就可以长得 健康和处壮 弟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和信仰的路上 主耶稣也同样走在羊群我们的前头 而不是在后面追着我们 不是用事工目标 来驱惯我们 而是用慈性哀疏 来牵引我们 走在祂的旨意的路上 而今天在我和你所面对的任何处境里面 我们的主已经先置身在当中 主叫我们走的路 祂会亲自走在前头 为我们作响道 让我们知道要怎么走 更会为我们安排 选择 预备各种的环境 因为这位大毛人熟悉地形 知道哪里有草食 哪里有水饮 哪条路的时间 刚刚到达目的地 又可以回到牧场 是的 尽管在人生的路上 我们每一天都可能会面对 工作 家庭 人制关系 经济 社会 带给我们的压力 挑战和艰难 但牧人了解我们能够胜在胜受多少 牧人不会将羊群带到干行呼吊的地方 同样今天我们的主 也不会让我们走一条不能走下去的路 它不会让试炼超过我们所能承担 总会被我们够用的恩典去暂立得住 此外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羊天性很纯粮胆笑 很容易受害怕 而羊的视野也很短 不过是20尺左右 大近视一明 容易迷路 羊也不太适怒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什么典故 其路忘羊 对不对 而圣经里面也有 如羊走迷 这句说话 如果没有牧人的带领 羊会很容易被其他的羊群影响 陷入羊群效应里面 故事很有趣 牧人身上就会带着一根很短的木缸 而木缸前面有一些钉 是作为武器去防备野兽和盗贼 去保护羊 而另一方面 牧人又会带着一根什么 酱 木缸是什么 就是用来拉回 勾回 牧人偏走了的羊 而有时 羊越走越远的时候 去找草食 就有机会遇到危险 因为随时有狼 有猛兽的出现 木缸就会用石头 扔羊的身体 做什么 直以提醒和管教羊 因为羊一痛就知道要回牧人员那里 作为信徒 在信心的马拉松的跑道上 我们都很容易被眼前的试探去吸引 或者因为人 我们的软弱 愚味 贪心 贪财 贼道 纷争 至高的骄傲等等 以致走偏左 迷失方向 甚至走错路 上帝有时 就会放我们在不同的处境 或通过挫折逆境 去管教我们 管教是出于神的爱 圣经说 因为主所爱的 主必管教 管教也是一种的带领 叫人不要偏行记录 纠正我们对人生的专注 叫我们回到正确的路道上面 事实上 羊是非靠木人不可的 他竟然会自己去找青草溪水 又没有能力去抵抗野兽道策 当然离开木人就有危险 死亡很多时候 就是迷途羊的下场 顶节目的改会中 其实我们都好像羊一样 极需要牧人的细心照顾 和不断的看管引导 才可以稍微健康的成长 圣经说 你了主 我没有什么 不能作甚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主 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路走 我们要认定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 是我们人生每一个层面 婚姻家庭事业服侍 人制关系等等的牧者 他就求助帮助我们 要时刻的仰望 仰望我们的主 跟着他往前走 以致不会走错路 陷入危险和迷失的里面 我们来看看 羊对牧人有什么反应呢 在第三节讲到 羊是听牧人的声音 牧人在前头走 他跟着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会跟着生人 因为你不认得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 在中东的羊 认识牧人的声音 这是他们的特点 牧人呼唤羊 羊因为很熟悉他的声音 会毫不犹豫地跟从他 而能够立即辨别 那些虚假的信息 所以当听到 牧人的声音的时候 就不会跟着走 相反 第五节讲 必要逃跑 生人就知道 那些想从羊身上 拿好处的法力赛人 和那些犹太的官长 今天作为主的羊 弟兄姊妹 我们又能不能听到 牧人的声音呢 每一天 我们身边周围 都有不同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来自人的 传媒 社会 自己里面的声音 我们又能不能够认出 认得 辨别到哪些是大牧人的声音呢 事实上 社会上 充施着很多 此时而非的声音 无可定尽 有时叫人难以分辨 是真还是假 是对还是错 是出于自我 是懒恶者 还是出于神 而这些声音 有时更加会直接 冲击着基督徒的价值观 道德观 和我们信仰的核心 在经文里面 两次提及 认得 认得牧人的声音 让人认得牧人的声音 不会跟错牧羊人 让之所以不听 跟牧人 因为他认识牧人 故只会 信靠和 回应牧人的声音 就像核子 他听到认出 耶稣的声音 知道法连赛人 是牧人 不是为牧羊的好处 是益主着想 不是真正的牧人 故此拒绝听我们的话 而另一方面 有圣经学者又观察到 牧羊人同样之间的互动 就发现牧羊人 会用各种不同的音调 例如吹哨哨 或者哨子的学令声 直至传递危险 警告 安慰鼓励的信息 以提醒引导羊 以致羊不致脱轨 能够不断向前行 可见到 无人的声音 能够保护羊 不致受伤害 弟兄姊妹 今天同样每一天 神都在用不同的方法 方式 向我们说话 藉着港台的信息 小组的查经 组长 身边的人 以至思考环境 甚至大自然 向我们说话 而更宝贵的是 主耶稣已经留下 他的声音 就是什么 圣经 圣经就好像 一个随身带着的警示器 只要我们生活 稍微走偏差 就会听到警示器 发出的警告声音 好让我们回到正确的方向上 上年我大女 升中四简科 她问我和我先生的意见 我半开玩笑和女儿说 我和父母两边 家族都没有医生 没有律师 那你们想想 后来我自己反省 其实我建议女儿 都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 没有认真地了解女儿的意愿 和神的心意 感恩神借她的说话 她说 儿女是要我所持的产业 提醒我 孩子是属于神 我们只不过是他们的经纪人 以神也藉着生命记 去提醒 作为父母的我们 要坚固自己的信仰 将真理去教导子女 培养他们成为 神所喜悦的人 于是我和女儿说 我们一起祷告 谦卑去尋求神 并按神的心意去选择 以致我们的生命 可以去荣神亿人 美国十六任的总统林肯 他说过 没有圣经 我们就不能明辨是非 我相信圣经 是似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你是不是这样相信 顶姐妹 有位诗人曾经说过 何处可尋得上帝的话语 何处能听闻上帝的言语 不在此处 因这类不够宁静 是求主帮助我们 多安静 多专心地在神的面前 可以敏锐 察觉圣灵的声音 聆听主要向我们所说的话 并且让主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不要像马大 要为忙忙碌碌 就可以解决问题 要效化马尼亚 简算上好的福分 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么多的杂音里面 听到牧人微小的声音 这个真正能够滋润 让人心灵得到饱足的声音 就像是针牧人 他的声音可以让敏感 容易受惊的羊 感到镇定 安心 并且毫不犹豫地跟从 顺靠他 请大家一起读出 我们第二段 即第二部分的经文 救恩的门 生命近风性 在第七至十节请 可哲师父 但从可中我们 见面太高 并且出现了一部罪名 好 好 好 谢谢 第八至 在我耳先来的 是 耶稣所在这里 所指的是 假先知 法利赛人 假木人 经文刚才六节 也说到 犹太人和法利赛人 他们不太明白 耶稣 刚才所说 进入羊圈 一字五字的比喻 所以耶稣进一步 向我们解释 这个比喻的意思 在经文里面 耶稣两次将自己 比作为羊的门 在这里 耶稣引用 中东另一种 胶外的羊圈 和刚才一字五字 所提的羊圈 是不同的 这种是属于 私人的羊圈 在温暖的季节 有时羊不回到村里 去过夜 木人就会在山丘的旁边 用一些石头 去堆砌成一些 简单的围墙 是没有门的 木人就会坐在这里 或者横睡 在羊的入口里 去看守羊 木人就会成为那一道的门 成为羊圈的唯一的出入口 我想门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一点都不一身 每天我们起床都会穿过 大大小小不同的门 好像今天我们起床 经过什么门 房门 还有厕所门 大门 大厦的门 车门 教会的门 每一道门都有它的容易和目的 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去某个目的地方 在这里 主耶稣宣告 我是羊的门 这里有什么门 主耶稣宣告 这里就是救恩的门 救恩的门 那羊的门是单数 耶稣提醒听众 人只有一个方法 途径可以进入羊圈 可以进到天国 到神的面前 就是通过耶稣这一道门 不是靠遵守律法 各种的修行 也不是今天我一人所说的 殊途同归 条条大路通罗 因为其他所有的宗教 都是天上无门 各样学问 人间的一切自学文化 都不是门路 即使研究宗教 读神学的人 即使参与宗教活动 教会聚会 都可能认为什么 不得其门而入的门外行 耶稣在《羊福音》十四章六节 说到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比喻清楚 告诉他 耶稣既是那位 由门进入的真目人 是人生命的向导领袖和方向 同样 祝耶稣也是羊的门 是人得生命的唯一管道途径 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 我们是否已经通过门 借着羊的门 得着救恩呢 在第九和第十节 是平衡的重复 应许 主耶稣在这里 应许 犯从我尽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第十节 我来了 是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在九和十节的经文里面 我们也看到 主耶稣的泥 和道策的泥 是成为强烈的对比 是带给羊 有很不同的结果 法律赛人 不单是没有关注核子的病 反而定他有罪 然后递他出会堂 正如主所说 道策内 无非要偷舌杀害为坏 只是想从羊的身上去拿好处 得财富 虚名权势 他被人去医从自己的传统 最终是难助人真正的认识 和信靠神 相反 主耶稣的泥 他干世目的 他的一生 他的事工 都是为了叫人得生命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丰盛原有 丰盛满满 仍日有余 满足喜乐 和充满的意思 主耶稣的例 正正应验 救了先知对利差的预言 说到 失丧的我必尋找 被俗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 前我 有病的我必医治 主耶稣主动去尋找 牧养核子和所有的信徒 并亲自地作每一只羊的牧者 将人带进羊圈 在鲜嫩肥美的草场上 得草吃 享受主 同在那份的甘甜 和 在主内安云 饱足 丰盛的生命 是不是很羡慕 等着 今天我们已经 得着拥有 慈限这份 丰盛的生命 或者你看来 什么为之丰盛 丰盛的生命 你要怎么定义 中国有句言语叫 五指登科 是不是 现代人就借用 解作为什么 妻子 孩子 房子 银子 就是cash 车子 是不是 人以为 幸福如满人生的 五行指标 有一个投资保障的宣传 他为了你能够安享晚年 你现在就要做退休的保障 你要投资某某的基金 投保某某的保险 当你65岁退休的时候 你就可以拥有 前所未有的风扇人生 你就可以入住 某某五星级的 星级狐老院 享受一个风扇的人生 人往往在乎 外在的腹竹 以为有更漂亮的外貌 更强的 音响 更快的 网络5G 更多的 cash 更大的 屋 更高的 权威 更新的 iPhone什么 就等于有 美好丰盛的人生 而耶稣未曾应许过 我们人生的路徒 是常情无语 常乐无苦痛 同样 主也没有说会欠我们风风足足的金银财宝 高官着位 长命八岁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耶稣应该会是最有钱 最长命的 对不对 事实是恰恰相反 反之 耶稣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读 好不好 世人认为有财有势 才可以清得上 丰盛的生活 耶稣又提醒我们 你们要谈慎自首 免得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 基督徒不是不要名利地位 而我们要看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神在这一切之上 若而没有神 名利苦贵都会变成去控 圣经里面有一位人物 大卫皇 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凡的生命 一个能够胜在 一个能够享受成功幸福的生命 但同时仍能够成在痛苦失败的风性生命 大卫是一个牧人 有一位的诗人 他是一个君王 有一个流浪者 他是一个战士 有一个音乐家 大卫之所以能够活出风性生命 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不是因为他有多成功 或者他是完全没有软弱 但在于无论大卫在青草地溪水旁 人生处于富贵尊荣的时候 或者面对承受犯罪之后的忧伤痛悔 而是当他走经死任的忧谷 被人追杀迫害 落在悲战绝望的时候 大卫仍然紧紧地跟随神 亲近敬拜神 遵恨神的旨意 他一生都是以耶和华为牧者 以致得着那份无人可以奪他的平安 喜乐和饱足 人能不能够活出更喜乐 更满足 更丰盛的生命 不是在乎我们生命的长短 不是在乎有没有包心赐土 物质的多寡 而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尽阳门 跟随主 和主建立一个连结同行的关系 因为主就是生命的源头 就是一切丰盛的根源 主是好牧人 他用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开启通往救恩 得丰盛的门 主是真牧人 他认识我们 并且始终走在我们的前头 作我们生命的响道 奔跑的标杆 我们随时的帮助 生命中宝贵的同行者 今天家门 公司的门 学校的门 都可能会关闭 耶稣是羊的门 这道天上的门 这道通往救恩 更丰盛生命的门 是永远不会关闭 是永不打扬 永远为我们敞开 很想当中 若有你未进阳门的朋友 盼望你在有新之年 能够尽早的选择 去接受主成我们生命的主 得着主之下的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得生命 并且得得禁风性 我们合上眼睛 耶稣很想邀请你 未进阳门的朋友 若过去你未有这个决定 未做过这个决定 但今天你很想 进入阳门 得着救恩 得着这份风性的生命的 请你举手 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请你放下手 弟兄姊妹 既然今天我们已经进入阳圈 已经在基督里面 得着这份风性 但我们每一个 又是否能够活出 喜乐饱足 风性的生命 有什么原因 我们不能够 活出一个活配的 属灵生命呢 会不会因为 我们很少灵修 很少祷告 会不会因为我们 和神的关系很疏缘 或者我们选择性的 听神的说话 选择性的服 去顺服 又或者我们 好像法力赛人那样 骄傲致事 我想邀请你在这段时间 你在神的面前 你反思 求主都干召你 你又去祷告神 主耶稣刚才举手的朋友 最好感恩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弟兄姊妹 因为他们已经愿意接受你 成为生命的主 愿意创开我们的心 去邀请你 作为他们人生的主 大墨人 求你经过他们的心 让他们 靠着你 可以经历享受一个风性 得力的人生 主要多谢你 多谢你是我们的大墨人 你公认我们生命的需要 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 让我们 即是在艰难里面 我们知道一件事 你是与他同座 你在我们前面 带着我们 以至我们心里面 我们一无所居 求你帮助我们 更加爱你 更加紧紧地跟贴你 以至我们一生走在你的心意的道路上 多谢你 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明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